还记得下课的钟声 还有走廊里我们成长的回忆 爷爷书房里的茶香 总是会在午后穿越时间 带着我们回到他的当年往事 有人说建筑是您够的音符 而音符和我却仿佛是那最流畅的建筑 一栋房子一场雨中的泄沟 美好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有时建筑就像是时间的容器 进入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有时建筑也像是永恒的思想 让我们与生命对话 有时建筑更象征着寄托 承载着我们对生命的无限向往 每个人都是生命的建筑师 让建筑赞美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生